塞列丁农会与团队政府在六丁大素中心基盘团队所持兴演 现中基盘300度料理推销在地农産米饰 透过实材运用丁现农産品和团队的结合 另外这一天也是六丁大素中心第2成第一期的完工处用衣食 未来四季都完工后就能提供进化多的博物 这一天关注注力宣 立委老建国丁门也都特别出席来祝福 每个人都来参加这天由团队政府 以及西雷丁农会所基盘的团队所持兴演 这就在地上称的素材所做的料理大家是都来华赞 在地的好食材真的赞值得回味 今天办的这个蔬食餐好真的是比其他县市都优质 用在地的食材好吃 广府标识的办法都是希望来提供团队在地的农産品 并透过版杜 让民众了解农産品的三小利力 以及对求集团饮食的习惯 我们云林县是台湾的粮仓也是最大的输果中心也是最大的蓄产中心 所以我们要推广我们云林县的这些农产品 所以这也是符合我们联合国永续发展如何保护这个地球 如何推动我们低碳富碳的农业 这是一个非常实质的行动 是不是每年来扩大成为 我们以全县和证定所生散的民传 这里都要入菜来做一个云林县宴 扩大来举办 让我们的分林官的农産品 可以再一次打赏这个市场知名度 另外这一家也是露党抗设重心 第二千区第一支完工的备用仪式 包含到土地边境 林总统有的百董工厅 这项農林县室保障6,739万 本年管政府保障1,000万 農会资到7,861万 希望透过保障专门品质 提升农民的收益 林厂桶今天落成启用 总共有6,000公吨 農林县室总共补助5,739万 它目前的整个一个冷藏设施 已经达到2万8千多公吨 那这个可以说规模相当大 我相信对第一支完整工艺后 经常会創作给我们的农民 所受冠的这些密集就对 品质得稳定 相对继续也可以更好 这照顾农民的工作 相信都要保障 绝对可以大力来支持 希望每年可以来继续版杜 让各家人吃到 分林在地最新最好吃的收割料理 继续的小医生 彩虹报导 别说完整工艺 这边的小医生 彩虹报导